台南民進黨市黨部為慶祝28週年黨慶 大力推行黨部公益化的理念 特別邀請到台南捐血中心主任蔡光釗 一同在今日召開記者會 呼籲民眾在9月13日起 踴躍前往捐血一同熱心做公益 以至於我們六月十三 在我們台南區所在的五百四元有所 特別是在永康漢索教育公園 第二是新年官會長 第三是台南官會長 第一是城大捐血站 捐取你的衣袖 然後捐出你的熱血來做社會公益 如果一後缺什麼樣的血 你隨時跟我們同步聯繫 我們在我們的網站 或者在我們可以動員的執行上 我們會全力來配合 副市長顏純佐表示 自己是醫科出身 了解新陳代謝的重要性 同時也強調 若捐血中心缺少任何血型的協議 必會全力配合宣導 這次活動在台南設有四處捐血場地 其實肩血的好處最主要是說 你本身要很健康 我們在肩血前有一次做一個簡單的健康檢查 你符合才可以肩血 那肩血這樣子的話 肩血就是玩後對你傷身體 本身是無害的 那我們血液本身也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 它就是說所謂生命就是它有一定的期限 假設你肩軟血以後 你的新陳代謝力就會加速 我們身體本身有一個機制 就是說助我帶長機制 所以假設你肩軟血 它就會加速的新陳代謝 所以很多肩血的人都會感覺到說 肩軟血以後會覺得比較有活力 就是說因為它體內 循環的紅血球都是比較年輕的紅血球 蔡光昭說明 往後不排除持續與各界合作舉辦捐血活動 希望透過此活動推廣捐血的良好觀念 讓民眾了解捐血對人體絕對無負面作用 一同玩起衣袖捐出熱血 記者楊凝子潘毅台南報導 何 EachCover 座院悅 尤三 套 電性 電性 cos 啟 多